大家好 我是陳詠欣 Jophie Chan 拍攝的 期視1月3日 在2024年第一條片 新一年都非常忙碌 第一天我就回區處理區務了 大家也可以看看我之前的短視頻 就是用了較新穎的方法 按時序去記錄下 我們工聯會葵青團隊的跟進工作 讓大家更加了解我們的地區工作 方便大家可以多給予意見和互動 新年新希望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新希望 都不妨留言說一下 當是給自己一個鼓勵和期許 一年後大家再看我這條影片 就可以看看一年前 大家希望定下來的目標有沒有達成 看看2024年的第一條片 這也可以是我們跟觀眾之間的小秘密 大家約定明年 到時看看自己能夠達成多少 回顧上一年 我在忙碌的議會、地區、網上和國際輿論工作以外 找到時間增值自己 我跟廣州市總工會合辦了一個直播帶貨團 不是和大家一起直播帶貨去買東西賣東西 而是培養了一群有意投身電子商務市場的青年 我自己也有報考課程 通過了考核 成功成為電子商務師 而且也再一次完成了調解課程 我也希望在今年能夠成為註冊調解員 大家有什麼目標呢 讓我們一起相互見證 大家一起進步 同時也和大家見證著美國如何退步 如何墮落 黎智英案就開審了 都爆出了很多重要資料 我和大家總結了 就是關乎7加2 九個男人 以下俗稱九男人 他們對黎智英案件都有著重要影響 而控方亦是開名去提及這九男人 有兩個還在今年參選 而案情也透露黎智英多麼重視特朗普 多麼滅視王之鋒 黎智英案件的進展 相信也會令李柱銘和陳方安新 心驚驚不得安心 因為也和陳方安新、李柱銘有關 他們也不要太腦定 以為可以脫身 開始之前大家記得要訂閱我 陳詠欣、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喜歡影片支持我的 記得讚好和留言告訴我聽你的看法 也希望你的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待人知道 我們會否和西班人不想知道的真相 記得你的讚好和留言 可以幫忙抵抗小黃人入隊影片 到惡意攻擊意圖靈代影片下架 所以希望大家一邊看影片 一邊讚好和留言 支持我的更加可以夾和的會員頻道 優先獨家提到的影片 追看陳詠欣 知稱原因由開心 訂閱Jofie Chan 和一輪精洗什麼鏡 《壹傳媒》的創辦人黎智英 和《蘋果日報》三間相關公司 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案件 就算黎智英再多拖延也沒有用 這個審訊終於開場了 在昨天也就是1月2日 在西高隆裁判法院續審 控方便開始作出開案陳詞 披露了黎智英涉案的詳細過程 黎智英和三間公司的代表 都否認串謀刊印及複製煽動刊物罪 和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 控方也申請把黎智英另一項勾結外國勢力罪傳黨 法官也批准 控方宣讀開案陳詞 逐一陳述各個被告在案內的角色和行為 點名說到黎智英是激進的政治人物 並不是西人所說的什麼傳媒人 他就是負責謀惑整個村謀行動的主腦 亦多次與外國正義會面開始群組聯繫 甚至乎是美國前軍方人員 指示《蘋果日報》的高層推出《蘋果日報》的英文版 邀請外國加入制裁我們中國內地和香港 昨天黎智英並不是沒有繼續想用拖字決架 也要跟大家重申 之前也跟大家分析了黎智英的策略 就是希望將案件拖得多久 希望博同情 以及換取更多空間 讓西方可以借事件去制裁我們香港 甚至乎阻礙我們國家的發展 所以他們也希望繼續拖下去 而法庭在昨天早上也有處理有關串謀發布 煽動刊物罪、控罪日期範圍的法律爭議 法庭早前也裁定了 控方在2021年12月14日 也就是煽動罪檢控限期戒滿前10天 已開始提出檢控 所以沒有超時檢控 辯方期後提出根據半年檢控限期規定 認為控方不可控告2021年6月14日前的罪行 不過被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一致駁回 法官也重新法庭早前的裁決 清晰說明了煽動罪的檢控時限 辯方應該一次過提出爭論點 現時法庭不會再就辯方的新論點 重新處理檢控時限的法律爭議 又或者修改控罪的內容 控方可以正式開始讀出開案神詞 除了提及黎智英激進的政治人物 是整個串謀的主腦 也說到他藉著2019年黑暴事件帶來的動亂 利用蘋果日報作為政治平台 和壹傳媒高層串謀發佈高達161篇煽動刊物 當中有31篇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發表 涉及呼籲國際社會制裁香港和中國內地 2019年黑暴事件發生的時候 黎智英跟蘋果日報的高層和不知所謂的重光團隊 去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我先說說黎智英怎樣大做文章 做多多的文章 再說說所謂的重光團隊 空方說2019年期間 《蘋果日報》刊登的文章 自在引起市民對中央、對特區政府、對執法人員的憎恨 宣揚攬炒和持續對抗政權 還呼籲市民要上街 空方說黎智英一直《蘋果日報》出版的事宜 是直接給指示張劍雄、陳佩銘等等 這些一傳媒的高層 包括讓張劍雄訪問西人彭定康 由彭定康評論《逃犯修訂條例》 目的就是推動更多黃人參與這場黑暴 另外黎智英也在《蘋果日報》的專欄寫文章 寫明時代革命尚未成功 他們的疫權運動需要繼續 又說到自己在2020年第一天 跟李柱銘、何俊仁一起遊行 新冠疫情期間黎智英也繼續寫文章 提及人民禁聲、政府霸道、惡毒病菌、肆虐還行 各國尤其美國應該向中國摘爛和局部制裁 迫使中央不敢明目張膽 克制著對香港的迫害雲雲 另外那個不知所謂的重光團隊 就是說周庭有份參與 在2020年8月10日 我也跟大家一再拍片說過 國安繼當日早上 拘捕了壹傳媒集團的創辦人黎智英 他的兩名兒子還有壹傳媒高層 到下午再拘捕李宇軒 和前學民思潮成員李宗澤 當晚大約8點 到周庭的家裡拘捕了周庭 他們涉嫌觸犯了《香港國安法》第29條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這個罪行不輕 其後周庭獲准以2萬元現金 和18萬人士擔保保釋候審 現在我們了解到這20萬保釋金 就是由他媽媽作出擔保 有關的情況大家可以看看Y2K大樹木頭 國安當時透露案情說 國安在調查兩男一類營運 以及積極要求外國制裁 以及封鎖香港的團夥時 發現有一群傳媒高層利用外國戶口 向有關團夥提供財政支持 那兩男一類正在說周庭在內 還有兩男就是前學民思潮的李宗澤 以及所謂的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 據了解李宗澤、李宇軒和周庭 他們運作的團夥就是我要攬炒團隊 多次發起眾籌去推動外國政府制裁香港 控方在開案陳詞的時候 在庭上也展示了黎智英在社交平台的貼文 其中一則就是黎智英上載一張 包括有全國政協在內的人士 守持著支持香港國安法、立法、護航 一國兩制文字的橫額合照 相信在說的是這一張 大家也可以看看 而黎智英配上文字 問到美國政府應不應該把他們列入制裁名單 這點也很有趣 控方說2020年5月23日 壹傳媒的前副社長陳佩文 也就是案中的污點證人 他私信黎智英 看到當局有機會會推出香港國安法 黎智英聽到之後 很明顯有詞無恐 他就說如果當局推出國安法的話 這個是貼上Twitter的新材料 證明黎智英透過壹傳媒前副社長陳佩文 也就是污點證人得知有國安法之後 他都未知害怕 打算借事件去抽水 去威嚇外國者 控方又提到黎智英在涉案期間 跟多名美國官員有直接的聯繫 我便概括來跟大家說九位西人 這九位西人都是外地政客 我也跟大家逐一羅列出來 當中特別講述七名外國政客的角色 以及他們怎樣建立感密的網絡 這些都是首次曝光的內情 控方說黎智英自2019年6月起 用到爭取自由和民主作為房子 多次在不同場合向西方國家 尤其是美國 推動對我們國家對香港特區 實施不同形式的制裁 黎智英為了達到目的 期間更加親身去到外國 與西人會面 火拍一批立場反華的外部勢力人物 在國際間也進行了不同的遊說 令到至今合共有42名 我們中央和特區的官員 受到制裁 控方說黎智英在2019年7月時 曾經與前美國副總統彭斯 和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還有一班國會議員會面 討論當時香港修訂逃犯條例的事 期間黎智英要求美國支持他 建議制裁和修例有關的官員 雖然黎智英在欺負彭斯和蓬佩奧 但從控方的開案層次可以看到 具體勾結的工作 反映出美西方當黎智英是什麼 其中一班的工作 級別之低 以及級別與彭斯和蓬佩奧 並不是對等 具體的勾結工作 其實都是留給跟劉鑼去做 而不是與副總統級別的彭斯 或者與國務卿級別的蓬佩奧 進行 控方進一步披露 黎智英和七名愛國政客緊密合作 他們還會交換資訊、下達和接收指示 出任代理人或中間人等等 目的就是推動外部勢力 對我們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實施制裁 陳詞明確指出這七名政客 當中包括Mark Simon Mark Simon就是黎智英的個人業務和活動 還有海外媒體和外部勢力聯繫的代表 他同時也是黎智英的私人助理 負責執行黎智英所發出的指示 以及向黎智英回報 香港國安法在2020年6月實施後 Mark Simon繼續代表黎智英 在美國與不同人士會面 亦不時透過WhatsApp群組 包括DC、DEMS、Martin、Jimmy和Mark Martin、Jimmy和Mark 很明顯就是Martin 你算名的 Signal的對話群組 有Jimmy和Mark Group 向黎智英匯報 2020年6月1日 Mark Simon在Signal上傳送信息給黎智英 成為《蘋果日報》英文版的訂閱者 嘩 如果成事的話 其間黎智英談及希望得到 他還想封鎖電話 說是新聞材料 不讓國安查 其實這些都是西人與他勾結的證據 除了Signal和WhatsApp 還有電郵 也存在不少對黎智英不利的罪證 韓方說黎智英在2020年3月至7月期間 在電郵中提到馬格尼茲基法案 即是要求美國制裁香港官員和內地官員的法案 Mark Simon雖然在出黎智英糧 但大家都知道關係並不簡單 在去年處理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和時任行政總監王偉強涉嫌違反租契案件 轉為污點證人的前營運總裁周達權作供 他透露黎智英的美籍私人助理 也就是Mark Simon 在大約2000年出現 先後釣入不同部門 包括蘋果、促銷和壹傳媒動畫工作室 後來逐漸協助黎智英私人事務 直接向黎智英匯報 平常也提及支付給Mark Simon薪酬的支票 金額分別是8萬元和27萬元不等 挺奇怪 看到薪金多浮動 第二位勾結的西人就是傑克基因 他就是美國退役四星上將 是出名的對華鷹派 曾經獲得特朗普頒發勳章 他在2016年開始跟黎智英 就美國和台灣的事宜有聯繫 他曾經透過電郵和黎智英 直播會面當中擔任過嘉賓 第三位西人就是旭夫維茲 就是前美國國防部副部長 他除了與基因和黎智英 經常互通電郵之外 他曾經擔任黎智英直播會面當中的嘉賓 亦都是黎智英WhatsApp對話群組 DC Dems 的成員之一 第四位西人就是惠頓 惠頓被黎智英形容為 在議員、國會和政府層面 認識廣闊的華府專家 他曾經向黎智英提倡 要增設《蘋果日報》英文版 而黎智英也真的有著實執行 第五位是郭明漢 郭明漢曾經在香港工作過 他就是前美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 和黎智英有長期的合作關係 黎智英過往曾經把他介紹給 台灣政治評論家認識 期望能夠為台灣和香港的議題發聲 另外郭明漢也是黎智英 相當多對話群組的成員 除了有DC Dems 有Martin、Jimmy和Mark 以及Signal對話群組的成員 非常廣泛 三個群組都有參與 第六位就是羅傑斯 他就是以英國為基地的政治組織 香港監察的創辦人 和彭定康朋友過打Bang 在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裡 都是擔任顧問 可以看到也是經常針對著我們中國 第七就是裴倫德 他就是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創辦人和顧問 也是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的成員 他透過羅傑斯介紹去認識黎智英 香港議題與黎智英有了直接合作關係 香港的七個西人當中 有部份與黎智英早在十年多前已經建立聯繫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謀反之路 多麼早就鋪排好 他們除了經常交往 香港也長期在涉及我們國家 涉及香港的議題上合作 在黑暴時期他們的關係更加密切 針對我們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 推動了各種形式的制裁 形成了一個緊密的團火 我和大家說了有九男人 除了上述的七個 還有哪兩個呢 在我和大家的總結中 九男人其中一位 不算是與黎智英保持聯絡那種勾結 但就是黎智英很想黏著他的人 他就是特朗普 控方在開案陳詞時 列舉了黎智英在國安法生效前 透過接受外國媒體和機構的訪問 以至在他的個人Twitter 現在就叫X 發佈貼文 還有在海外的報章讚文等等的方式 公開呼籲外國政府制裁 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官員 當中黎智英曾經兩度指明 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 是一個有誠信的人 促請特朗普對現他的承諾 對中國實施更嚴苛的制裁 黎智英在2020年5月27日 在前身Twitter的X 發佈鐵文 更加標記著特朗普 對於香港國安法通過 他認為會有嚴重的後果 建議特朗普要凍結 我們中央政府的官員 在美國的銀行戶口 黎智英說 如果這樣做的話 就會得到香港人 和受壓迫的中國人 以至每個追求自由的靈魂讚賞 唉 黎智英除了自己親自上陣去刷特朗普 黎智英還指示獨果的員工要一起刷 黎也刷 他也刷 蘋果日報真勒撻 保持特朗普健康 早晚臨睡都要刷 即是刷牙哥 去到黎智英那裏 變成刷鞋哥 不知道大家可否可得了解 陳遲指出 2020年6月2日 黎智英傳了短訊給張健鴻 張健鴻 就轉為污點證人 在2020年6月2日 黎智英跟張健鴻說 叫張健鴻指示 他們蘋果日報的國際組同事 不要跟紐約時報和CNN的政策和方針 去針對特朗普 他就說到 他們獨果是需要靠特朗普政府去支持保命 如果針對特朗普的話 這樣做就不太好 為了刷特朗普鞋 2020年5月至6月期間 蘋果日報也發佈了文章 煽動針對中央政權和特區政府的警方 執法仇恨 黎智英在5月 透過WhatsApp群組提出一人一信救香港 呼籲公眾要寫信給時任的美國總統特朗普 黃之鋒也曾經這件事件作出批評 因為我和大家之前分析過 黃之鋒、羅冠聰等 他們傾向支持美國民主黨 支持拜登 這個時候 陳佩敏作為黎智英的下屬提示黎智英 黃之鋒也有對黎智英的做法作出批評 黎智英就說 已經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他還說到黃之鋒的意見並不重要 真的非常好笑 黃之鋒不重要 黎智英這次真的爆料 告訴我們他們內部怎樣看黃之鋒 如果黃之鋒也不重要的話 大家可以試想一下 周庭和黃之鋒2.0 中漢林 他們的意見就是比不重要更不重要的垃圾 所以上一集我都跟大家說了 周庭和黃之鋒2.0 中漢林還在吹噓 說國安收他們做善人 說真的 他們真的沒有照鏡子 他們不照鏡子 現在就等黎智英告訴他們 他們是多不值錢 九男人最後一位同樣是參選人 控方說黎智英在國安法實施前 已經多次在不同的訪問當中 提起美國和國際社會要去制裁我們中國 在2020年5月11日 黎智英在YouTube頻道YahooTV一起看 曾經促請美國和英國要去影響我們香港 在節目中他就說他很想外國影響我們 而外國的支持就是他們唯一能夠支撐下去 那個節目其實就是一個台灣節目 叫做哈文來沖康 我也有跟大家拍片說過 不要說我也要保留黎智英的罪證 黃梅也保留了 所以這個圖就是黃梅製作出來的 可以看到在哈文來沖康裡面 黎智英說了什麼話 哈文來沖康是由台灣 有國民黨背景的時事評論員趙少康主持 趙少康也在黎智英被拘捕後 幫黎智英說說話 又說到黎智英很慘 在監獄裡沒有一口好吃 瘦了 黎智英一上庭 趙少康是被民進黨 更早跳出來聲援黎智英 而趙少康如今代表國民黨和後友宜 搭檔參選台灣省副省長 可以看到黎智英的網絡有多廣闊 這只是黎智英和外部勢力人物的關係圖 一部分 即是冰山一角 控方也展示了一張關係圖 列出黎智英和外部政治聯繫的人物 當中涉及的有英國、美國、日本、台灣等等 不同地區的政治人物 有16位西人議員 聽完之後 立即跳出來聯署譴責我們特區政府 說到這樣是侵犯了外國公民的權利 敦促各國政府要立即終止和我們香港 以致我們國家的引渡協議和司法互助協定 以及制裁實施香港國安法的官員 又來說三道四 控方透過庭上的屏幕也展示了不同的證物 除了有影片之外 其中一張就是黎智英的外部政治聯繫關係圖 涵蓋了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 台灣省省長蔡英文 和前港督彭定康等等 可以將涉案的政治人物分為美國線、英國線和台灣線 大家可以看看 黎智英的反中賣國程度可以去到哪裏 大家一看這個圖也知道 就是明報製作的 可以湊夠美國線、英國線和台灣線 真是瘋了 控方陳詞還提到 我在這條影片 沒有提到的其他有聯繫的外國人士 相信在之後的陳詞當中 會有更多人物 包括污點證人的鼎證和內情陸續登場 一定會高潮跌起 我都會和大家密切留意著 控方說《蘋果日報》 在《黑暴》期間經常刊登文章 引起市民對政權的仇恨 而黎智英一直都有指示下屬行事 就這樣聽到知道 還不是他的下屬獨灰 那誰都灰呢? 控方表明將會傳召五名重犯證人 包括已經認罪的壹傳媒前行政總裁張劍雄 前副社長陳佩銘 前總編輯羅偉光等等出庭 亦會以出版刊物、通訊紀錄等等作為助證 除了五位污點證人 我從報道都找來一位證人 我覺得是最驚喜的 那是誰呢? 他就是黃桂國 黃桂國教授現在在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擔任教授 是中國法和比較法講座的教授 他也是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碩士 和耶路大學法哲學博士 黃教授還是婚姐梁美芬的丈夫 他即將會在庭上作出專家喉供 去講述西人的制裁帶來的法律影響 真的要留意一下 因為我參選2021年立法會選舉的時候 我都說到要說好香港故事說好中國故事 其實都是中央期望我們做的 但我在選舉論壇的時候 我就受到質疑和攻擊 說到說好中國故事說好香港故事是不實際的 我不知道國家領導人聽完之後有什麼感受 因為相關的說法不是在邀請我 而是在質疑國家政策 而且只是顯示出 說出來的人的眼光有多短淺 因為制裁對於我們民生的影響是方方面面的 制裁令到我們貿易受到影響 簡單來說 貿易受到影響 運輸業就是首當其衝 是否打破我們打工仔女的繁碗 是否關民生事 是否作為一個稱職有見識的立法會議員 要著力關注的問題 所以黃桂國教授的專家意見 很值得廣傳 我都會和大家密切留意著 再向大家回報 除了我和大家密切留意著案情 相信有兩位漢奸 因為不同的原因都會密切留意著案情 兩位漢奸就是陳方安生和李柱銘 他們要留意著的原因 是因為在控方開案層次裡 都不時提到他們兩個的名字 更加被明報整出來的關係圖都列出來 陳方安生雖然想金盤朗口 不再說三道四 但這樣一來都阻塞了他的賣國角色 控方陳詞提到 黎智英早在2019年3月 已經和李柱銘討論過 因為陳方安生和美國 時任副總統彭斯會面的事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遊說時機 黎智英向蘋果日報社長張健鴻 作出指示 就說陳方安生見彭斯是大新聞 黎智英更引述美國時任駐港領事 郭明漢的建議 就說報道不能平鋪秩序 要達至最大的效果 報大它 黎智英還夾附了陳方安生和彭斯會面的照片 蘋果日報同一天在網站發布文章 報道陳方安生和彭斯會面 標題就是彭斯、吳陳太、關注港人權 還引述學者說高規格接待向北京施壓 所以知道陳方安生當時獲安排和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單獨會面 對於美國時任駐港領事業郭明漢和黎智英來講 他們都同意是厲害的 是大新聞 大家聽到就知道陳方安生有多厲害 至於李柱銘對黎智英的影響相當深遠 黎智英不時跟他相同不同的議題 就像鋪大彭斯、吳陳方安生的新聞 都是有李柱銘有份給意見的 再加上黎智英和狗男人的勾結 當中有不少都是透過李柱銘牽線介紹的 黃梅整的人物關係圖都有李柱銘的身影 大家看到這個圖就知道 在暗黎智英的參與度有多大 而對外我們都知道 李柱銘和黎智英一起去見佩洛西 而李柱銘也有和黎智英一起出席 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的專題演講 可以說去到哪裡去幫助黎智英 所以黎智英有罪 陳方安生、黎柱銘都脫不了關係 控方在陳詞的時候都說到 黎智英說明是為美國打冷戰 我覺得陳方安生和李柱銘聽到這裡應該打冷陣才對 今集的時間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為你的選材 記得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也希望你把影片廣傳開去 等待多人知道黎智英和黎智英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如果未訂閱我 陳方安生的Youtube頻道 記得右下角就是免費訂閱 開啟通知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感謝你的收看 看完之後記得讚好 和留言告訴你你的看法 記得也要廣傳我的影片 如果未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右下角就是免費訂閱 還有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了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